行吧我知道了 那挂了啊 老板您要的资料 放这吧 还有什么事啊 老板我我家里出了点解释 嗯 什么解释啊 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你说 你能不能帮我预支点工资吗 嗯行你说预支多少吧 十万 十万怎么这么多 行吧 这样吧 你去财务领吧 看需要什么手续 真的老板 你去吧 等会我跟财务说一下 谢谢你啊老板 太感谢你了 那我先走了 等一下 嗯 怎么了 你以后啊 要好好工作 知道吗 就跟我知道老板 你放心吧 行 去吧 谢谢老板 喂 给需求预支十万的工资 好 这怎么这么出心啊 这几个能够弄错 叫秀秀过来一下 怎么搞的真真是 老板 今天秀秀没来上班 没来上班 他请假了吗 好像没请假 没请假 这是怎么回事啊 具体我也不知道哎 那你赶紧给他打电话 他联系一下 已经打了很多电话了 都关机 关机 赶紧给他家人联系一下 嗯 好 昨天才领了工资 今天就不来上班 跟秀秀有联系上没 联系不上 他之前入职表里边 添的父母的电话都打不通 那你知道他家地址吗 之前去过一次 他好像 在那个尤里大厦那里 租了一间公寓 你这样 你把他的详细地址 发我微信上 越详细越好 好 精确的门牌号啊 知道了 嗯 请问是秀秀家吗 秀秀 人是秀秀 秀秀 人是秀秀 你他谁呀 我是他老板 他是我联工 哦你他老板呀 他给我这欠两个月房租了 现在一声不吭就走了 你帮他说明把房费 接一下 搬走了 什么人呀真的是 哎你把房费接一下呀 老板 秀秀还是没消息 行吧知道了 那要不咱们报警吧 算了再等等 说不定啊他也是有什么苦衷 喂李总 在忙什么呢 王总你好 这不是公司出了点事情吗 你看你手头方便吗 能不能借我点钱 你在国外 没事那你先忙 喂 兄弟啊 我最近不是公司出了点问题吗 你看你方不方便 行没事没事 好 老板 李总那边说再不打碰过去的话 他们就可能要提起法律诉讼 行我知道了 你先去忙吧 好 辛辛苦苦打拳这么多年的事宜 难道就这样破产了 难道就这样破产了 喂李总 什么 钱打过去了 我们公司打过去的 好 我知道了 怎么回事啊 我们公司打过去的 谁打的呀 怎么回事啊 谁打过去的 老板 秀秀 对不起 坐 老板 当年是我对不起你 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 没事 都过去那么久了 我咋忘了 对了秀秀 你有没有做什么 嗯 李总 那一百万是我 是你 不是 你怎么 算是我报答你的 当初呢 我是真的出了点事 多亏呢 你们能给我预知那十万块钱 让我渡过难关 之后 我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就干脆失踪 谢谢你 一直没有抱歉 我那是十万 可你这是一百万啊 对于我 那份恩情 比钱重要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这个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没事 哎呀 怎么这么慢呀 怎么还不来呢 哎 美女 您是交车去医院的那位顾客吗 对对对 去上车 哎呀 急死我了 快带我去医院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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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啊 能不能等我一会儿 我先去炸点油 不然等会儿 还得折回来 好 可以的 你快点啊 喂 什么 他们醒了呀 你赶紧把人叫上 把他们嘴封住 然后用绳子把他们绑起来 再给他们灌点药 要是不听话 就教训他一下 他们 等会儿我就过去了 你们给我稳住 控制住居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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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是不听话 就给他们注射镇静剂 嗯 嗯 记得 那个药量不要过大了 不然出大问题就不好了 哎 哎 美女 我现在开车了 你坐好 你不去加油了吗 不 不加了 不加了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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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机 那个 你这是搞什么呀 我要去医院 你把我拉到警察局路边干嘛呀 哎 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吧 不知道你要导航的呀 美女 请我一句劝 湖海无边回溯山 我不瞧着送你进去 你自己去警察局自首吧 啊 啊 啊 我又没犯罪我自首干嘛呀 刚才你打电话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哦 你现在的自首还来得及 不然我去强制送你进去了 你还得想好 不是 你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那还用啊 你是绑架犯啊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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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劝你 我劝你 千万别干这些违法的事情 去自首吧 人要善良 不是 我没绑架人 哎 没问我自首什么呀 啊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我呢 你刚打电话的内容我听得很清楚 你绑架了几个人 还说你什么神都绑起来 哎呀 你这想象力啊 真让我佩服呀 断章取义 加义想象 真是气死我了 本来就着急 别给我弄这一处 你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你是干啥的呀 我是兽医呀 大哥 啥意思呀 兽医呀 就是给小动物看病的兽医 那你刚才说把他们嘴封住 用绳子绑起来 还打正经济什么的 哎呀 今天啊 要给几只狗共生说 那几只狗啊 洗得好 挂他们绑起来 他们就 咱们给他们动手说 哎不放他们的嘴 他咬我什么的 那可都是大狗 局面一乱 不好控制 那就 那就是乱了套了 你知道吧 嘿嘿 真不合的意思 对不起 美女 耽误你时间了 你做法 我现在送你去医院 嘿嘿嘿 好了 快走吧 要不然就真来不及了 知道了不 知道了 知道